你們就是這樣的考量 你們就是這樣的考量 今天在委員會尋答 你以為是在對檢察官說話嗎 你們一直在強調偵查有效為優先 今天你面對台灣人民 今天你面對立法院 你還是一直在主張說 優先制裁犯罪為優先 這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你的司法管轄權在哪裡 你的司法管轄權在哪裡 你們有主張過嗎 在今天大家討論之前 4月8號當天開始就主張了 好 4月8號這是一個10點 好我們來講 我們4月8號才知道的 今天你們那個4月7號才去行政院報告 報告你們這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成果 你們多麼的自豪 那我問你既然你們這麼自豪 你之前還去大陸大陸訪問 那為什麼4月8號之前 你看整個事件4月8號10點 他們從肯亞被帶去中國大陸 你們才開始跟大陸公安部聯繫 因為我們才知道 對你們才知道 所以你很無辜嗎 是 你很無辜嗎 我們不知道如何做事呢 那我們兩岸的協議在哪裡 兩岸的協議在哪裡 你就是從頭到尾就是很無辜 你就自覺你沒有做錯 我們當然 不是我們做的事要我們負責 當然是無辜啊 你很無辜 那人民更無辜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 部長你從頭到尾的態度 我們會認為說 你沒有去堅持我們的屬人的管轄權 你就拱手把這個案件送給了大陸 不是這樣 委員這樣講對我們不公平 我們從來沒有說拱手讓出我們的管轄權 那我請教你了齁 4月8號你們下午跟大陸公安部聯繫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事前大陸公安部或者大陸任何一個官方 都沒有跟我們講過說他們要把人帶走 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結論是什麼 這樣的結論就表示說 你們之前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協議 事不存在是沒有效果的嗎 不能一件推翻所有的事情 沒有一件 我們現在總共做了那麼多事 怎麼可以說 就因為這一件就全部否定呢 那這一件造成的傷害多大 這一件也不是兩岸共打的案件 因為所謂兩岸共打的案件 是兩岸一起來偵辦的案件 這一件是完全是大陸自己在偵辦 那你剛剛在回答委員的時候說 你要派我們的檢察官 派我們優秀的檢察官去大陸 要跟他們共同偵辦犯罪 對 我們仍然希望如此啊 所以不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這一件案件不是兩岸共同偵辦的 但是我們希望後面我們可以參與 或者是接回來我們偵辦 接回來我們偵辦 我們希望這樣 但是協商結果如何 我們還要努力 所以嘛 你從頭到尾就是在努力嘛 我們看得到 外交部 該做的也做 該說的也說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你法務部長的想法跟立場 你從頭到尾都認為你們法務部沒有錯 從頭到尾都認為你們在處理這件過程 都沒有錯 委員說的我們的錯都不是我們做的事 我們如何錯呢 那顯然你跟台灣人民的認知 就是有很大很大的距離 我不認為我跟台灣人民有距離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齁 我們會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再繼續開位 之後就完成了 再往我再過來 傳往電視 櫻子 我還嬌 讓我們賺到 在歌 polls 感谢观看